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我们请打开这个四十七页 四十七页 我们上次讲到四十七页的第三行 就是说读诵此经所得功德 我若据说者 若有人闻心者狂乱 浮以浮信 就是这样的一个功德 一般众生很不容易去 我若据说的话 以他的那个心量 他无法去体会这样的道理 他会忽以不信 他会心则狂乱 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说了 那接着我们来谈 虚菩提 当之是金义 不可思议 果报义不可思议 那这个顺子前面这样的一个道理啊 就像之前我们也提到 这个佛法的功德在哪里 我们都看到之前我们提到 我们都觉得说佛法功德很大 有多少人真正能相信 你说我相信 其实未必 因为如果你真相信 因为你相信这个功德很大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一种抉择 什么抉择 别的不能取代我对佛法的信心 假如大家知道佛法功德很大 那可能假设我们今天 还来者都花一百万 那你说我们今天会有多少人来 那根本挤不下 对 我根本每天 每一个月要供修 大概很多人就前好几天 就在山下等了 对不对 佛法功德大 那我讲的还是只一百万 那前面这些功德 前面讲说用种种布施 都还比不过 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能相信 佛法的功德很大 其实能相信的不多 那我们是完全不相信 也不是 那是不是真相信 也未必然 那这个东西不是说 你在这样 别人在讲 别人讲你就能相信 这个其实有一部分 必须要你不断地去修许 那还有就是 以你现在 能体会到的 这个角度 我跟你讲 佛法对你的帮助有多少 那所以说 佛法的感应 如果自己本身不实际去修行 就算别人再怎么跟你讲 你说你相信 我觉得没有这种道理 没有不可能 所以他还是要 你自己依着佛法去修学 那你体会到这个道理以后 你才能去深信这个功德 那随着你体会越大的人 他对佛法的皈依 所以这种皈依再也不是说 像我们现在有时候 学过都有点 有些人都还有一点勉强 什么勉强 就是 我也没有勇气去火定 火法 你知道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吗 我没办法勇气去火定火法 但我实际上真相信吗 其实还未必 所以尤其是碰到我们修行 碰到逆境的时候 最容易对佛法生起疑惑 你看 我们佛法功德很大 比如说功德大到哪里 大到这里 你一进门 很多人对你踢 对你打 你会不会离开 踢打 你会不会离开 为了一百万留着 那为了一千万 更死疑赖连 多打几下没关系 下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 我照来 那何况人家几句话骂你 你会不会离开 不会啊 不为别的顾 但为一千万 勉强留着 对 你知道那个价值 你如果了解的话 其实不会动摇你的心 那这个问题都来自于说 我们对佛法有时候 如果没有一分的真实的那种理解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这个道理 大家希望大家好好用心 其实我刚才就想跟大家提 这个问题我已经问很多人了 我们现在金刚经讲到这里 大概讲到第13次了 就算一算 大概也有13个月了 今天第13个月 你们听到最后 有没有什么感觉 听一听 有时候当场听还可以 回去就忘了 所以我们其实 一辈子就在金刚 是一直在讲金刚经 大家还是觉得很新鲜 因为反正特别感觉 很少真实去勋修 我所谓很少勋修的就是 你有没有把它弄的 就是说我们这里面讲 不是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那其实我要问的道理就是 经过你修学佛法这么多年 乃至我们经过这一年多的 这种金刚经 虽然我一个月才讲 这一小时多 请问你 有没有减少你的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也许我们听了那么多 我们也都知道 不要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但我到现在 还是不知道如何 不要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那你就知道 照理讲 我们如果听经 诵经 听经 我们应该就学会 这个要领 你可以这一辈子都搞不懂 但你很用心学 学到最后 竟然到你老了七八十岁 突然知道说 什么叫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我告诉你 一盏灯 破千年暗 那你说 如果之前 浪费 已经没有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你还管他 过去浪费 只怕你 一直做 做做做 你修修修修 送归送归送 听听听 到最后 依然不能 扫除一分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这还是暗 那你如果了解这种 从于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所带来的苦 那我知道以后 我从这里远离 所得的福报 这时候 你就再也不会 苦以不信 这样的信 不是由谁去逼你的 就像我刚才讲说 我们旁边的人 会跟你讲 活马多好多好 但毕竟是别人说 当你自己真的修持 从你智慧的抉择 看到那一份对我的执着 我们盲目 迷失的对我的执着 产生的我像 有我像 产生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从这样的固执执着当中 令自己轮回不已 只要你少几分 你开始得几分自在 这时候 你这个不疑不信 再也不会那么见 那么不信 你更加相信 这时候说 这经典里面讲说 若有人信解 就知道 这个人是从一佛 恶佛 乃至千万亿佛 里面已经听闻了 他的功德 活 惜知 惜见 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前面不是讲吗 所有的颠倒 因为那是一个烦恼的根源 我们这个无名 已经让你受多少苦 你知道吗 是无量节的苦 而且未来 还有无量节的苦要跟着来 而这个根源 就在你这一刹那当中 有所误入 你知道 那所断的烦恼 是多少 你现在对佛法了解 并不是光这一刹那的轻案 是这样的 这一层次底下的这些烦恼 从此不跟你相应 假如你能真实误入 那种 换句话说 这样无止无尽的烦恼 在你真的误入佛法以后 这一类烦恼 再也不会无止无尽的衍生 所以他的功德 不能说吗 为什么不能说 无美让你无止无尽的颠倒 智慧让你无止无尽不再颠倒 所以这个无止无尽的能说吗 说不来 这时候 为什么你不再无尽不信 因为你知道 我已不在此颠倒 就好像说 这个事情让我很挂碍 现在我看清楚以后 我不再挂碍 这个不再挂碍 问你自己清不清楚 清除了 所以这时候 再也不是别人鼓励你要相信 是我知道佛法的确有如是功德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不动摇了 到这个程度 你再如果要配合其他佛法 你到这时候 能对佛法升起这种不动摇的信心 大概你不会到恶道去 谁保佑你 是你让你不到恶道的 你知道我们现在都在 我们现在的熏修 其实都是在超度自己 我们不用等七月十五 我们现在就在超度自己 为什么 我们当六道因在这里生不来 为什么 我们知道 地狱道有第一道的因缘 畜生恶鬼 人 天 阿修罗 自有他的因缘 当我没有我像的时候 第一因生不来 恶鬼畜生 没因可生 乃是三三道 亦不可得 所以远离六道 这不是要超度吗 所以你认为我们超度 我们超度还可以诵经 但假如这个 这样不是要诵经吗 这种超度还比较有用 因为你死的时候 我超度你可能没在听 那你临终的时候 我超度你大概也痛得受不了 也很难 这时候最好超度 这时候我要超度 你们这些 你们都不用贴牌位 你看 多好 只擦不然 要不然你们自己买香乳来擦一只香 就这样 因为我们这样很轻松 你们这里各带香乳 自己擦拜自己 这样我也轻松 稍晚自己再点 这样超度方便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从根源去除六道因 那六道因 谁众生妄想分别 就像那个 华严卿 乃是这样 都是心生种种法生 心灭种种法灭 那么我现在 要你无我相无人相 无众生相无受者相 就是心灭种种法灭 六道因从此不生 现在不是在告诉你如何超越六道吗 这不是在告诉你断轮回吗 此功德不可思议 为什么 从此六道因慢慢断离 你听了有没有狂乱 不会啊 因为听不懂 听懂了也不狂乱 慢慢自己感受到那种烦恼 我就说你自己身心在调整以后 你发觉你在进步 你会感受到你进步 怎么进步 这个就是我一直在提醒大家 很多人学火学到最好 你总不能 这个之前就几例了 你总不能学火前 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 对这个芝麻利豆的事挂爱 学火了十年二十年 对芝麻利豆的事依然挂爱 老实讲 真的 找个墙壁装一下 真的没进步 因为那个芝麻利豆的东西 其实是什么样虚妄 不值得你挂爱的 你将你这尊贵的解脱的法器身 拿来跟这个芝麻利豆的事情计较 可见你根本没智慧 现实人不会拿一千万的东西去买十块钱的东西 你看你多聪明 但你看我们这个能解脱成就活到的这个尊贵生 世间无一法可以比喻的 比喻的算术比喻都不能去跟他比较功德了 竟然落到生活当的 这是琐碎事情挂爱 你说你聪明 你才笨 所以在佛门当中你会看到 有的人聪明到很笨 有的人看似笨到很聪明 你知道怎么看吗 有的人他不想把我的一千万跟你十块钱计较 有的人忘了他有一千万 他就是在十块钱 十一块钱 十二块钱 一直计较 把重要的资粮 苦德给忘掉 所以世间人始终不容易真正了解佛法功德 而让自己耗掉那些无意义的东西上 一生一天一天耗掉 结果损掉很多福报都不知道 像我们现在能多一天 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发觉大保障 像我们现在了解佛法 刹那之间能感应无量功德 你应该怎么样 以日用之中 随你责任该了责了 一有空都欢喜安住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提吗 我们现在不要说 现在待会要上电做功课 你一定要吸口气 吐口气 好像又要上战场 恳苦 你应该有一种 我先讲好难得 又轮到我了 我常讲就是 像比如说 有时候我们在团体里面 在大聊 有的人很高兴 我轮大聊的时候 没有法会 有的人很高兴 我轮大聊的时候 刚好有法会 一个是轮大聊的时候 没法会 我轻松 优恋想说 我轮大聊的时候 我能广公养大众 一个会赚的 一个不会赚的 那我们现在学火 又我们欢喜 就是我人生有限 我要得起 这无量福德的因缘有限 所以 凡事有因缘当中 我乐以安住我的身心 安住余佛法思维 我希望我念念 与法相应 就像说 我终于盘往的 就像小孩子 爸爸妈妈 我功课做完 我现在能不能上完电了 好啦 半小时了 这个半小时 那做完了的时候 能不能延长十分钟 我们看到很少人做功课 说十五能不能再延长十分钟 那大不得说 我们今天是不是能三归一 前场的变三归一 那小孩子是 半场的希望变前场 为什么 对佛法的欢喜心不动 这个都不是用理论可以说服 这一定要是你在佛法里面 很真正的体会 所以你可以不要怪 也不要再逼自己用环绕心 我怎么不懂 其实你可以精进 但我希望你在文法当中 用一个务实的心 我求的是真实的开解 而不是在文字上得个分 跟人家一样的懂 不是 那个不是文字的懂 而是我终于知道那一层智慧 我懂得调整我的身心 这个才是我们所求的 在你还没得到的时候 你不要用贪爱之心 用环绕心 想要去追求 我懂我懂 你以其用我去追求我懂 你为什么不在生活当中 试着看我像的颠倒 人像的颠倒 你应该学的是这个 这才是学金刚经 而不是带着我像 像众生像 受者像 去追求 金刚经 到底我懂不懂 终于你看 你好笨哦 我懂 你怎么到现在都还不懂 结果那个不懂的 反而没我像 那个懂的我像 比谁都还重 那你说谁真懂 就是这样 好 我们接下来看 所以这个经典不可思议 果报不可思议 儿时须浮体白佛言 世尊 善男子善女人 发阿妞多罗三秒三浮提心 云和阴柱 云和降浮其心 这是不是刚开始 我们就讲了吗 好 刚开始我们在 第几页啊 我们在那个 十三页的时候 一开始 虚浮提就问了 就是说 应该善男子善女人 发阿妞多罗三秒三浮提心 因云和阻 云和降浮其心 这时候又重讲了 那这个重讲的话 这个 无作菩萨 有稍微解释 不 世青菩萨 有稍微解释 他说 前面是为心性为定者 还没听佛法的人 今天我们已经讲到这里了 那我们告诉你 更进一步告诉你 应该如何住 如何降浮其心 刚开始 先起个来 就是说 我们发菩提心的人 怎么住啊 我们才能成就菩提心啊 是不是 我们每个人都说 我们要发菩提心 但怎么行菩提心 怎么菩提心呢 是不是 我最近常讲 我们有时候会谈到说 我不是讲话 有的人到佛门来讲 这叫有佛缘 是不是 那有人不来佛门的人 是不是没佛缘 会比 那来到佛门的就是有佛缘吗 你会比 因为你知道什么叫佛缘 因为他叫 发阿尼文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就是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 有些人 因为他不了解佛法 他不了解佛教 他误解 他毁谤 但他内心 却有一位追求真实的心 其实他的佛言是深的 只是他被外向的佛教形象 误解了 染污了 所以他不想接触佛教 但他内心却是有一个很务实的 想要追求真相的这一份觉悟的种子 其实这老人佛言是深的 有时候我们带着感性 带着迷信 带着错误的看法 入了佛门 你入佛门不一定是跟佛相应 所以我们不常举一个例子 林华社比丘尼 他献成一个贵族像 佛从兜率天下来 他跑第一个街 这个叫入佛门 对不对 可是我们另外一个尊者 他在圆圆的地方打坐思维佛法 佛就说 其实第一个见我的人是谁 是那一个不在现场 同样的道理 谁是真见我者 后面都还有一点 这样的道理 从其他的经典都会一直处处在在都在谈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想见活的人往往把活退得远远 如实修的人才是见活者 所以说我在活前 在大殿面前 我对活残取 你为什么不依教奉行 在现实当中我修忍辱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 你现在如果有事情 师父啊 我如何如何如何 你要我去跟你肯定 那我会觉得说 即使你还没入门 我要看的是什么 你不一定要去残取我 你不一定要看在我旁 走在我旁边 我看的是你依教奉行的人 这才是真谛之 换句话就是说 你不用去迎逢谁 你在现实当中 懂得修忍辱的是真谛之 你懂得持戒的是真谛之 你懂得用智慧去觉察你的身心内外一切的是真谛之 你这一点不做 反正从外向里面去做 那个修福而已 只是中个得度因言 还不能说为真谛之 是不是 所以你看啊 你刚发心 我告诉你 现在更进一步 对那个已经你发心了 我再更确定的跟你讲 你应该如何住 应该如何发心 你菩提是什么菩提 我们如何觉悟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来讲 就是说 以彼此啊 我们活地子啊 我们应该怎么去检查自己 检查自己 好 跟刚才讲的 在你现实生活当中 你不用去压抑自己 你不要修 我看到很多人修行修得很苦 我在这里还是用一句话 最近我常提的 因为我刚好听到 听到我就来 现买现卖 他讲究 心智要苦 意趣要乐 心智要苦 那心智是怎么样 就好像说 我到灾区去帮助难民 那到灾区当然吃的不好 用的也不好 什么都不好 那我要忍耐 所以我心智要苦 你不能到了灾区 你怎么没有 你总是帮我用个套房 你增加人家救灾的困难吧 对不对 我现在哪有这种因缘 就像我们这种去 恐怕没办法救灾 增加救灾的困难 我们去应该怎么样 那我们去应该怎么样 跟灾民一样 甚至应该怎么样 灾民心智弱 我们应该比他们更苦啊 为什么 把既有的给他们 因为他们不但身心受到创伤 很多资源都没有 我们可以过得比较苦 因为我们内心 我们觉得我们是安稳的 心智要苦 但苦的当下却有意区要乐 意区要乐就是说 我安住道上 我在成就众生 我身体虽苦 但我仍安住道上 现在我们讲说 心智要乐 意区要苦 所以看到很多人修行 修到那样 大概跪完 那时候修一年 两年 三年 怎么越修越沉重 不入佛门则已 一入佛门 比谁都那个咒纹还深 怎么会这样呢 那你走错了 你一定要看清楚 佛门修学的本质 佛门能不能保住你 保住你一切顺心 那不叫修行哦 那叫享乐 是不是 所以到佛门当中 要懂得修忍辱 梦到很多逆境 你要知道 这在道上 碰到不平的事情 我懂得依佛法去骁容 我心智虽苦 但我知道 我正是在忍辱度上 我在行六度里面的忍辱度 我虽有所爱着 但我心以割舍 虽心智虽苦 但我意趣是乐 那我们应该从这里去觉悟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我发心成就菩提 那我应该如何做啊 总是有个方法 不然我每个人都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那发就没了 泡沫而已 天天有空没空就发 就发了也没什么用 因为那个种子太虚了 那只有利斗壳 没有利斗壳 所以也长不出来 那云和阴住 云和降伏其心 你看 降伏其心 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地址 是在降伏其心 但我们不是鼓励你 随便乱修那种苦行 那没有的 你可以在降伏其心 但你是什么 义趣乐的 我关于无常 舍于爱着 我不会有种那种 修得非常悲壮 每次要闭关的时候 都拜别再拜别 不要啦 如果这样你就出来玩就好了 那么辛苦 每次送你出去 要闭关的时候 大家好像师长也很歉疚 因为又要逼你去受苦 你自己也觉得 我要去受苦 不要啦 修行哪有那么苦 修行里面 我放下 我的义趣是乐的 那我优所准备 因为我在这条修行路当中 最大的敌人 是我的种种贪琢之心 种种挂爱之心 我进入这种官房 我准备对峙的是 我这一份烦恼 但我知道 只要我对峙完了以后 我能解脱 我关于无常舍离一切 只不过是让我成就 远离生死 并不是要我割掉 我实际上我的东西 我常讲 放下的是 你从来没拥有过的东西 放下的是 那一个会让你轮回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应该想补其心 那我们现在就 在佛法当中 就学功夫啊 所以我们现在假如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大家现在都要学这种功夫啊 这个问题出来了 每个人就跳入事情 这个事情该怎么做 怎么做做做做做做做 你看大家好热闹了 针对这个事情 强来强去 争来争去 就没有看到一个在降伏其心 这时候换师傅要去撞起来 因为他教了那么多年 就没有看到一个在降伏其心 结果大家都平常是降伏其心 碰到事情是不降伏其心的 大家如何沾掌自己妄想心 那这个修会干什么 对不对 包括我们念火念得很清净 念得很精进啊 念念念念念念念到最后 没相伏其心 你有觉 你从以对极热净土 对弥陀怨离 对佛圣生功德 转过来对世间一切不究竟处 生出觉悟 厌离之心 那你这念火就没用了 没觉 你有相伏其心 对 所以我们要相伏其心 所以说 佛告心福提 善男子善女人 八阿六多罗三秒三福提心 当生如四心 其实我们知道 心是不可得的 但这时候 方便起这个心 我们起这个心 不是要执着这个心 因为众生不随缘起这个心 无法灭你的过去 现在未来心 所以你看 很有意思 我因灭度一切众生 要你起这个心 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了 我应该灭度一切众生 灭度一切众生 以而无有一切众生 实灭度则 可以顾 若菩萨 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子像 则 则非菩萨 为什么 所有众生 本质在哪里 有我像 有人像 众生像 受子像 所以度众生 不能度出 有众生像来 这才叫 这才叫度众生 所以能度所度都要符合十项才叫度 结果把众生 我之前不是讲说 你这个人太没活源 然后后来你一直度 度到最后 这个人的你讲什么 他听你的 终于度成功了 有没有成功 没有 他有没有成功 他都不晓得 至少你自己是没成功 你知道 我度了很多人都听我的话 不度还好 越度众生像 越多 所以有人 他也要广度众生 只是修人天福报而已 因为他在 源于众生 生众生像 实非菩萨 所以我们要降伏什么 降伏那个 对我像的执着心 对人像众生像 受者像 这本无自相的 自信像的 只以为有自信像 而因他而轮回 我要降伏这个 由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的这一份心 所以我要不要度众生 我请度众生 但我要度彻底 不能度那一半的 为什么 我要度众生 那何谓众生 岂有四项 三心者为众生 所以我度众生 度完之后 不但是 彼得度 我亦得度 众生 不是度空空的 我意思 不是 我把你度完了以后 你人就消失 你度完 你也不见了 你度完 度到最后 我也自度度他 都不见了 那其实这样度众生 很简单 大家坐好 那活一点 钱烧光 能度所度 俱空 这样最快 那这是断面剑 其实我度众生 众生 自有众生因缘 但众生之为众生的本质 是那份颠倒 我度众生 不是要灭众生 我只是要灭众生的 不当颠倒性 那个众生剑 我度众生 终究也要从度人当中 远离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既然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那一个自信执着之心 去除了才是度众生的本质 他的本颠 所以我现在度理 我应该服应 你有没有一个真实众生 我并不否定 你在因缘当中 有这么一个众生像 但有没有这个众生体 当你有这个众生体的 我执法执 你就会轮回 当我要度众生 你就要去除你的迷惘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有时候 这个我一直在提醒这个 我们要去除的是什么 整个佛法去除的 都是那个 你的颠倒 所以度化众生 你看 我们在讲经典的时候 我成就法身 有没有消失 我入涅槃 这个活 无了 那是断面接 我度化众生 只是度你那一份颠倒 那个本来没有我执的 你执着有我执 所以到最后 如果大家要用心去思考 没有我执 众生无我执 那我能度的 有没有有我在度 没有 所以这时候变成 同时大家都 并不是完全都不见 而是不见的是那个什么 我以为有的那个妄想心不见 如幻依他起 有没有 有如幻有 所以你看 国佛包括阿罗汉 当初他们成就解脱阿罗汉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消失掉 没有 但你看 这个人成就阿罗汉 这个人没成就阿罗汉 一个是凡护 一个是阿罗汉 差在哪里 你有没有看到差别 一个阿罗汉来了 一个凡护来了 那你要比外向 有的阿罗汉还少得不好看 对不对 如果要游泳 有的阿罗汉还不会游泳 那跳下去阿罗汉会死 那个不是阿罗汉不会死 你说 那学了老半天 阿罗汉怎么会死 那个不是阿罗汉的不会死 那到底谁在抉择 谁是解脱 他不从色相 不以阴身色相 那个阿罗汉 他知道五蕴空 他没在执着 乃至他跳到水里 他游泳比你差 他淹死了 那你会讲说 这个阿罗汉真笨 他竟然淹死了 那阿罗汉他死了以后 他会讲说 哎呀我死了 有没有这样 不会啦 前面都讲过了 阿罗汉有没有说 他震的阿罗汉 没有 出国有没有说 他震的出国 俄国有没有说 他震的俄国 阿罗汉震阿罗汉 有没有执着 他震的阿罗汉 没有 既然没有人震阿罗汉 谁死了 所以我告诉你 那个没死的 其实还在轮回 那个阿罗汉死的 其实没死 为什么 本无生死 你看到的是一个 执着有生命 自体的生死假象 阿罗汉无生死 所以凡夫人见他 阿罗汉给都死了 阿罗汉好笨 竟然死了 就阿罗汉来讲 他死无生死 为什么 那说奇怪 一个阿罗汉这样 一个凡夫这样 差在哪里 没差啊 哪有差 以火不争 以众生不减 差在哪里 绝以迷 所以你不一定要装的 你不一定要化妆到很好 才能解脱 放心 那是读梦幻跑译的 最重要是如何误入 那你说 我是不是要丢掉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本不可生的 你要灭它干什么 不要愿离生灭 方尘正果 结果我们现在 修行的 要丢这个丢那个 为什么要丢这个又丢那个 因为你还在颠倒 方便告诉你 要舍这个 取这个 真正修行知道说 一切法本不生 何劳我去舍它取它 所以 这读法公项 不生不灭 不够不进 不增不减 你为什么要给它证结 你只要照见五蕴皆空 就度一切苦恶 你何必去灭五蕴 谁叫你灭五蕴 五蕴本空 何须你去灭五蕴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觉得是这个 所以 我们要灭度一切众生 而无有一众生 使灭度者 第一个 要灭度一切众生 是如幻度化众生的慈悲 那 我们用无一众生 使灭度者 不离宗观 不离真如实相 是不是 我们讲真空妙 不是在这里吗 真空 无一众生使灭度 无一众生可得 但却有妙有 能广度一切众生 是不是在这里啊 喝一顾 若菩萨有我向人 向众生 向受者 向 则会菩萨 如果有这样 菩萨自己有我 向人 向众生 向受者 向 都还在颠倒 什么叫菩萨 菩萨叫自觉觉他的 觉有情 你都不觉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人是不是菩萨 有 有人是刚发心菩萨 但这个菩萨 比较偏凡夫 所以我们要讲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也都听金刚经 我们也都发心 要心菩萨到 那我们应该讲说 你菩萨应该 你发心嘛 对不对 我们都发心 要神 应该 发阿那多罗三秒三菩提 心的人应该如何 享福其心 应该享福 我向 人向 众生向 受者向 这才叫菩萨行 应该讲 这应该就是菩萨界的根源 因为我们从饶益有行 设善法 利于界 其实到最后 所要倒归的也是怎么样 无我向 无人向 无受者向 也是发菩提心 为什么 我们要饶益有行 就是这里讲的 我应灭度一切众生 这才是菩萨界的根源 所以我们行菩萨道的人 应该努力寻求智慧上的觉悟 那这个觉悟的心在哪里 从面对境当中 忍心而休 懂不 你也许你会被误会 其实可能旁边的人都没人赞叹你 但你却是一个默默在修内密菩萨行 你把很多的委屈吞下来 你在吞下委屈的时候 又不要觉得我在忍辱 很伟大的哦 你看 就在已经吐出来了 又把它吞进去 你应该确实的依着佛法 忍辱的在修持 依着法来相互其心 来灭外众生 度外众生 也要度内众生 度完以后知道死不可得 这时候你是一个真菩萨行 因为你没有我像 没有人像 没众生像 没受众像 你懂得这种修行的人 刹那点点滴滴 处处感应的功德 远比你劳心劳力的做很多事情 都还大 所以要会赚钱啊 有人啊 这个不懂得赚钱 赚得很辛苦 赚多少 赚了就亏 亏了又赚了 有的人啊 起心动念 财源滚滚 是不是 就这个道理 我们再看了 虚菩提 实无有法 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没有法 让你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们要发心 要发什么心 既然是觉悟 我们前面也讲 既然是觉悟 那我要发心 我能不能发心 我能发心 比如说 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吗 电视 你只要知道它假的 有没有需要把电视拿掉 我能不能演戏 可以演戏 演戏有很多的台词啊 很多演的 象征的 但演戏的人始终都知道是假的 那虽然假的 但我能应众生 我要度发众生啊 所以在讲说 虚菩提 实无有法 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为什么 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本身是觉 觉的时候 我虽发 实无一法可发 这才是真发心 是不是 我发的心是要 误入真理 以究竟实相相应 我发这个心的时候 我是不是在发心的时候 自己发心 是不是要跟他相应 对不对 我发心舍离一切执着 好 我们现在 所以有时候我们修学 佛法要冷静 我发心要舍离一切执着 那我现在发心说 我要舍离一切执着的时候 那这个发心 是不是执着 是不是对不对 好 那我就不要发心哦 可是我不要发心 因为我发心不要执着 但我这个发心又是一种执着 所以我为了不误执着 所以我就不要发心 那这样弄来弄去 到底怎么弄啊 好 注意啊 因为大家经常会矛盾 但我讲完 我相信很快 你们又会忘掉 所以下次再会 没关系 我发心要无所执着 所以我在发这个心的时候 连发心都相应无所执着 既然我无所执着 我要不要舍发心 你要舍发心是断内剑 我发心 但不执着 我发心又何妨 电视只要我不迷 电视演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在乎的是绝 而不是灭 知道我意思吗 我照样发心 但我不执着 有时发心者 所以我只不迷 我发心又何妨 但我发心无妨的时候 是我知道 我发的心是不可得之心 我可以演戏啊 但在整个演戏过程当中 我从不掉入对他的执着 所以你看吧 一个人越自在 是不是能演更多的戏 好人能演 恶人能演 什么人都能演 都可以 为什么 无怪物 那你 有的人说 你又没有残障过 你怎么可以演 那我多观察别人 以观察别人 起相对的心 心 观这个境 心就这样转 所以有的人 没有经过很多人世间的苦难 是因为心很巧 心很细 所以苦难的人都还不知苦 旁边的人都已经知道他很苦 有没有这个心情 有 有人造业很苦 他不值得苦 反正旁边人一直在劝他说 好苦哦 因为他能随尽生这个心 他为什么能随尽生这个心 因为他不执着这个心 像我来讲 我一定要扮演国王 我一定要扮演王子 你扮我那个马夫 我才不干你 那这个人他演不来 为什么 他不懂得去放下原来的执着 那有的人放下执着 什么角色都可以 所以你发觉 有些人在什么场合 做什么事情 做一样像一样 做一样像一样 为什么 其实你可以讲他很投入 其实在某个意义来讲 他很放得开 他很放得开 所以一个人在开始 从于了解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现象 自我的限制跟束缚越来越少 他的通达性越来越大 他能利益众生的面 越来越广 为什么 他不限定要做什么事情 大用无用 无用之大用 放这个地方也可以 放那个地方也可以 顺境他看人 逆境他看人 这个无我像的人可以做 所以没有法 所以你要不要发心 发心 但你发的心是什么 你是不是因为无有法 所以我不发心 错了 你是不是因有有法发心 这也错 我发什么心 发无所得心 既是无所得心 谁言发心 要不要舍这个心 因为这个心 本不可得 我何须舍 大家揣摩一下 所以你看 活成活以后 阿罗汉成阿罗汉安以后 是不是吃饭早吃 你跟他讲说 不可得啊 你还吃什么 那不可得啊 你管我吃 这有道理 所以以后 你也可以这样死皮带点 你为什么起称恨性 我没有起啊 你可以用来讲说 那你不能起啊 你说起也无妨啊 就乱讲一通 其实已经在起烦恼了 但当然你可以讲 实际上到底本来是这样子 只是你讲归讲做不到 我其实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我起心 我动一切念头 我转世成治 有没有舍五运 我没舍五运 我把五运六运八运转世成治 因为它本质不离法身 只要我不迷我的五运 我的八运当体真如相应 我的当体心和众生无差别 我此心即是法身处 只要我懂得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我当体以诸佛法身相应 感应到家 不需距离 不需时间 当体成就 理由在哪里 心和众生无差别 那差在哪里 差在你 所以我们可以发心 我们当然可以发心 我觉悟心来发心 但我已有十五运法发阿尼多罗三秒三复体者 须佛理 云与云合 如来以南登佛所 有法得阿尼多罗三秒三复体 否不也知尊 如我解佛所说义 我以南登佛所 无有法得阿尼多罗三秒三复体 这在二十七页也都有提到 二十七页里面有谈到什么 佛告须菩提 二十七页倒数地上 佛告须菩提 云与云合 如来习在南登佛所 以法有所得佛 至尊如来在南登佛所 以法十五所得 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佛意 真正的佛意 所以我们这无所得 大家不要用断命讲说 什么都空空的 而是以绝躁之智慧 观察 无意法可得 我了解这世间法 我可以保留世间的一切 如幻如画 实不可得 但我在这过程当中 不对这些如幻如画 因缘合合的伐 深执着 所以无所得 我最近在体会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讲如幻如画的时候 有时候大家 这个有时候还真的 必须要自己用点心 我们讲如幻如画的话 就好像看到如幻如画 其实我们在讲如幻如画 并不欢 现在就如幻如画 那我们因为 我如果讲空 有得很容易断命 我讲如幻如画的时候 其实是要你放下他的执着 但我们讲如幻如画的时候 切有众生 对如幻如画不注重 这时候就发觉 这时候讲如幻如画 还是比较偏断命在前 我讲的如幻如画 就是现在 所以你会尊重 但你同时知道 就在我们现在感受的一切法 从找不到有任何一法有自信 这个如幻如画不能完全用一种火定的 我要你的火定 我要你火定的是那一份颠倒 那一个颠倒 其实如幻如画就像现在 这个里面有些东西啊 你要努力去揣摩啦 因为随便一讲容易掉一边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观这个如幻如画的时候 其实 因为有的人根性 如果还不记住 讲空讲到最后 反而不会做人啊 反而现实生活该做的事情不会做 但你看 我们现在讲 如幻如画 为什么讲如幻如画 是针对他认为他是固定不变的常见 我讲如幻如画的话 就是说 虽然他不像一般我讲梦啊 像我们现在 如梦幻泡影 对不对 那你觉得现在有没有像梦 现在很自在啊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对啊 我可以用这种如梦幻泡影来让我不执着 但我内心还是觉得 那他就很实在啊 虽然这样评语比较容易懂 但现在就很真啊 所以一旦讲如梦幻泡影的时候 往往就是会有一种自我催眠 他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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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东西就还缺少真实智慧 我们所谓如梦幻泡影是要告诉你 他如梦幻 告诉你的意思说 他很真实 但从来没有真法在里面 我为什么这个时候特别去强调 也就是说 修行要务实 你该面对要尊重要尊重 但你千万不要忘了 你在面对的自他一切像当中 你其实找不到一个恒常不变的字体 因为他这种恒常不变的字体不可得 所以他跟梦幻泡影是一样的 但因为我们在认为梦幻泡影 我们就用想的时候 我们没有真实的去理解 只是用梦幻泡影去想象 有时有作用 但有时就没作用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真的放下 在不受 在没有大威胁的时候 你用梦幻泡影的想法 很容易放下 对不对 但碰到真事情的时候 你发觉 他不是 他很真 所以你放不下 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就是说 某些方法在某个程度上 你会觉得你已经会用了 你文法你很欢喜 因此你就每次都用梦幻泡影 来吃这个正定计 你平常碰到烦恼的时候 一切有威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所以你就故意装呆 不存在 不存在 如梦幻泡影 不会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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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就可以 到处碰到很大的时候 哎呀 失误 碰到重心 就放不下 因为 你那个梦幻泡影 看得还不真实 你那个梦幻泡影 你轻易看 其实梦幻泡影的道理是 体育它 但其实进一步来讲 它在你众生颠倒的时候 它是很实在 但虽然实在 其实跟梦幻一样 我们举的意思是说 虽然它比梦幻更真实 但其实跟梦幻去有没有差别 为什么 从来都是重元生命 那重元生命 有没有这种实际的功能 有 所以我们要在现实当中 悟悟实实的面对我们的境 但在面对它 努力的修一切善 去一切恶 但不要忘了 真实是要看清楚这个东西 所以当你生活上 有种种苦恼的时候 小病小对治 但终究还是要起大智慧 去看清楚那个 不是光用梦幻去压它 是真的看到 它虽然不是一般梦幻 但其实本质跟梦幻很像 因为都不可能 那这个你因为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你不会停止于这个中间的路途啊 一时得到青岸 以为自己进去放下 其实还差得有 你能放下来是那个对你没有多大伤害 为什么我一直讲 这个大家要揣摩 我都会耽搁 你要更近一步 为什么我还放不下 你放不下的地方 就是你公哥的地方 就是你近父的地方 你要更真实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讲说如梦幻泡云 有的放得下 有的放不下 到哪时候才放得下 到死的时候 真的如梦幻泡云 可是这时候的梦幻泡云又是假的 因为他又继续 哎呦都放 在死的时候 他终于逼自己放 但这个逼自己放的心是颠倒心 所以他继续轮回 他有没有放 他有放 因为他是那个放是 就像你现在看到一个东西 你看到一个垃圾 你会不会放 会 垃圾 你会放 但这个放和我们讲的放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因为我们执着有个能放所放 所以有没有真放没放 那很多众生就是放不下 到临终的时候 东西知道要放 可是那个放还是表面的放 到最后还是带着一个无可奈何的心 继续轮回 所以修行就在这条路里面 半行半不行继续轮回的 这些话要听懂不容易 因为如果不要这样 我家这些抉择 很多人都以为修行很简单 但有时候有时候觉得修行很苦 始终没有物质的惊动 然后弄懂 结果就会耽搁再耽搁 耽搁再耽搁 没有苦其心智好好参透他 没有在境里面真正 虽如梦幻泡雨 就像你看我在讲说 我人都不要找我 都没事干扰我 我在我的疗房门关如梦幻泡雨 一走出门的里面 你刚才怎么这样 该打该骂的都前来了 为什么 不真实 你这条修行 你会老是走老路 一下渴一下不渴 弄到最后 到底修行 怎么修到现在都一样 照理讲 你在疗房打坐龙梦幻泡雨 突然你应该试看看 你能不能把它扣进去 不行的话 回疗房好好忏悔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今年偷不过 明年偷不过 第三年一直追 不问其他 就问这个方法 所有听清文法 不为其他 就为解决他 就一条路由 不要东砸西砸 砸到最后 没用了 是不是 那这个梦幻泡雨的道理 你要知道 它取其相通义 但也不同 事件事 就这么实在 度化众生 渡完了还在吃 阿罗汉 震果以后还吃饭 对不对 可是他有没有放下 他也真放下 但他的方向 跟你我们那种 用想象的方向 显然不同 好好继续追啊 才不会顾得自己啊 所以他想说 如果我有法 那南灯火 我在南灯火所 有没有有法 得阿那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说不也 世尊 如我结火所 说亦啊 火以南灯火所 无法 无法 得阿那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这样的话 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一直要反护听闻 无法 得阿那多罗三秒三菩提 换句话 就是说 菩萨 不可得 法 不可得 那 佛 也不可得 那变成断灭 越来越乱 对 那一下就我们懂 那我们大家都成活 哪那么快 我又不是活 那肚里都成活 不过你要注意啊 大家就心都还不够细才会来 我们很容易断灭 我们在没有活 没有菩萨 因为菩萨没有我像 没有菩萨 菩萨不能执着 所有菩萨像 对不对 好 这样 有没有菩提心 也没菩提心 那既没菩提心 也没有活 既没有菩萨 没有菩提 又没有活 那不是什么都没有 这是断灭灭 我们有没有菩萨 有 有没有菩提心 有 那不然 怎么正 怎么受起 有 那有没有活 有 那以下有以下没有 到底怎么样 你有要有的对 无要无的对 有活 何谓活 何谓菩提 菩提则无所得 方明为菩提 还有所法得 会真菩提 能正此菩提 有无佛 若有佛可得 会真火 所以活成不成活 成活 成活的理由在哪里 知道 远离 以及颠倒妄想 方明为佛 是不是 那什么叫菩萨 能自觉觉他呢 能觉有钱 叫菩萨 那觉什么 觉无所得 所以真菩萨 在一条路 菩萨有很多皆是 但菩萨越修越无所得 这才真菩萨 那无所得是不是 那菩萨越修越瘦 没有像我就越修越胖 但是不是无所得 而所得应该瘦 没有 那跟胖瘦无关 跟子不子有关 那成活 不在于不在于 什么都没 成活在于 他知道 十无 三秒三菩提 十无法可得 十无有法 这时候才是真菩提 那我们讲真菩提的时候 又马上众生 又生一个 有一个法可得 那这个又背离 菩提 所以你 我才会讲说 前后一致 有没有众生可得 无众生的 那能不能度众生 可以度众生 但度众生的时候 是以无众生可得 这个来度好众生 能不能发菩提心 能无 可以 发什么菩提心 发无心可发 无法可得的菩提心 有没有活可成 有 但所成活是 无时无众生 心活众生 无差别的活 你注意啊 后面都还在讲 所以你要知道 你如果听一边 调一边 所以得起分功德 但不容易真实信节 换句话就是说 我们常讲的 我很努力擦干净了 常会常举例 用回照 用清洁剂 把脏的擦干净了 结果留个什么 回照没洗 什么都舍 留下佛法位置 什么心 发广大 无上正等正觉的心 发完了说 我应该发心 就被你这个发心 把真正的觉悟给染目 菩萨要度化众生 度了很多的时候 竟然留一个 由我可度 但你度众生 不就是度他的颠倒心吗 结果度了呢 竟然留个颠倒心 在那里染目自己 能度所度 皆相实相 既然皆相实相 对能发心 所发心 应该都是不理实相 来警示 我能不能度化众生 可以 但度到哪里 度到持无众生 可度 这才是前后一致啊 是不是 执着无众生 可度 断命 执着有众生 可度 常见 那怎么样 远离 以实相相远 所以 无有法得阿尿多罗三秒三福体 火眼如是如是 虚伏体 实无有法如来得阿尿多罗三秒三福体 虚伏体 若有法如来得阿尿多罗三秒三福体 燃灯火则不与我受祭 如以来世当得作佛 好释迦摩尼 以实无有法得阿尿多罗三秒三福体 世故兰灯火 与我受祭 作誓言 如以来世当得作佛 好释迦摩尼 你看 无法可得 因此受祭 那受什么祭 那这不是矛盾吗 不会啊 你现在懂了就不会矛盾吗 是 不会矛盾 我受什么祭 受你以正无所得 那所以我知道你觉悟要不要回一切法 我知众生平等 但一个觉一个谜 依阴言安利 有佛有众生 实无心可发 依阴言说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的人 实发菩提心 他怎么样发菩提心 因为他发的是 无上正等正觉 他发的是 无所得心 那所以 以世俗地 能不能讲说 他发心成火 可以 以第一地 知道有心可发吗 有法可得吗 没有 所以这个道理就很像 我们现在 我们不需要去灭任何法 我一直在强调 不需要灭任何法 还是那个道理 电视演的好可怕 就把电视砸掉 不要 你只要认为知道假的就好 这个东西假的 你放下就可以了 放下来是那个颠倒心 不需要把那个东西灭掉 你当你要灭一个法的时候 一定落入一个错误 就是执着它为真 才要灭掉它 如果知道它是假 要不要灭 不需要 所以如果知道 十五法可得 方便讲一切法 可不可以 可以 五五运 可不可以讲五运 可以啊 因为我讲五运 也不会中毒啊 对不对 我以觉悟之心 我以觉悟之心 行五运之分别 五运之妙用 五运有没有绑着我 有没有让我生执着 没有啊 没有啊 所以成我之后 讲我可不可以 可以啊 讲无我可不可以 可以啊 有没有无我可得 没有 有没有我可得 没有 因为一切法皆不可得 我不可得 无我亦不可得 生死不可得 涅槃亦不可得 那生死涅槃都不可得 能不能讲生死涅槃 讲又不会毒死你 知道吗 所以重点在哪里 还是觉悟啊 你能如此去这个相 活着的话 你在那里死绕着 心不放下 你嘴巴绕来绕去 你怎么绕你都会有过失 到底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 最残重 从此就出现了 你再问就打你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问有没有 问有没有 我一直跟你讲 浪费我的时间 你也不会开悟 但就用打的比较快 第一个 打的会开悟 不然就打晕了 他也不会再问 我也轻轻 就用这种方式 这样的比较轻松了 不过他其实最重要的是 能欺怒为主 而不是在文字法下上 一直在绕 所以到最后 欺怒的情形在哪里 不在法义思维 为不能当下对法做承担 比如说我现在对世间 有百般的委屈苦恼 那我为什么不当下放弃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一定要告诉他 他怎么这样啊 实无法可得啊 是我起颠倒 才有如是分别啊 我要寻求人家认同的时候 其实诸圣贤还他远离啊 我有百般的委屈 你要知道我好委屈哦 我好委屈哦 结果大家哎哟你好可怜哦 好可怜 结果圣责的大家 哎哟伤不大 那你现在发觉就 哎哟我还有委屈啊 谁委屈啊 有偶像固有委屈啊 是没有法可委屈啊 虽然我跳不过 但我应该依教奉行 如实观察 实无法可得啊 这时候大家都不了解 其实冬天无法都欢喜 有过弟子诞生 对不对 所以你要了解我 我都不了解我自己了解你 为什么你不了解你自己 因为我不可得我了解谁啊 这个道理有时候自己完卫完卫 你要知道修行很多东西啊 你应该可以苦苦苦的到最后突然 苦苦处竟然得到乐趣啊 苦到最后好苦 没人了解我 我受尽委屈 我到最后突然 哎哟 感谢众神 感谢这所有逆境 他终于让我从此跳开 无始绝来的这份颠倒之主 这时候所有虐待你的人 这个演员全部出场 以上存实虚构 为了多话 你不知道 你以为跟他苦来苦去的话 那论来论去 原来所有虐待你的恩 都是你的善识事 质问绝不绝 就在这里 好 我们看 所以这里面 后面这个道理啊 就深了啊 这个在有一个注觉 如来 当与然灯火所发心正入仁法二空之灵 以其所知都无所得 然 以无所得以得菩提也 以无所得方明为得菩提 这时候 然灯火方便说受尽 以无所得得菩提 那到底有没有得 以无所得得菩提 如果还有所得 那你不是矛盾吗 所以真正的菩提必须以觉相应 以无所得为相应 所以法身变一切 我们讲摄大圣论就是这个道理 希望大家好好思考 要跟佛相应从哪里来 从以法身处啊 你心相应法身 以什么叫法身 这个一下子没办法讲得很清 你看 我稍微讲 他后面有讲啊 何以故 如来者及诸法如意 有人言 如来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去菩提 实物有法 佛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我们后头还会再讲 如来者是什么 诸法如意 在中论里面有谈阿 如来所有性 如来所有性 如来品 观如来品 如来所有性 即是世间性 如来无有性 世间亦无性 那这什么意思 还能在世间一切诸法处啊 这个后头会讲啊 后面我们先举一下 如来说 最后一句啊 这个在五十一页 如来说 一切法皆是佛法 一切法皆是法身处 那我们看不到佛法 依然无性 面对一切法 佛就是站在你面前 你也看不到 所以 以其去求如来现前 那为什么不下当下观诸法如意 诸法如意是什么 如意 法性处 是空性意 诸法如意 一切法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所以我们讲 见缘旗以及见法 见法 见如来 能在现实五蕴 六根六层处 一切内外法当中 能观诸法实相者为见如来 那如来在哪里 中论讲啊 如来所有性 即是世间性 所以见火在哪里 在世间处 在你的烦恼处 在你的眼耳鼻舌生意处 在你的色身香味处法处 这时候 只要你如实之见 眼耳鼻舌生意 就在你苦恼当下 能如实观这个法的实相意 其实觉得火焰化红莲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道理 这一段的道理很有意思啊 所以 火法身实时加持你 偏偏你一直 我们像火的意思很有趣哦 火一直加持你 你也一直求火 但实质上是一直拒绝火 就是实质上 火的法身一直射手 而你表面 你的心情也认为 希望求火的射手 但本质的颠倒 却一直在拒绝火 在佛前里面 在大殿里面 痛哭流涕 佛你怎么都不度我 那佛很无可耐的 我一直度你啊 没有 我都看不到你 你都一直睁着眼睛怎么看得到我 你是真的想见我 但你就愚痴到不懂得依价奉行 夜休哭的白哭 哭到说都已经沉河了 沉汪洋大海了 他依然见不到我 他为什么现在不哭 学着佛所说的 如实观照 远离颠倒妄想 把心静的污垢擦掉 光明不就现了吗 众生心勾进 菩提引现中 得来前不会功夫呢 你不要准备那么多鞋子啊 就是这个道理 好 因为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很重要 那我们下次会再讲 我们今天先到此 来 请合着 愿意是功德 愿意是功德 普及于一切 国等于众生 皆共成活道 皆共成活道 愿意是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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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人 愿意是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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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 愿意是功德